別人恐懼,我貫賛你 別人貫賫我恐懼 後遺形時代 才不從分配的遊遊戲 讓我教你怎麼玩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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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張家軒分析師因為個人因素的關係 所以需要暫時休息一陣子 但是我們接下來更多精彩內容 會交由我們張怡辰分析師 來分享給大家囉 沒錯非常期待 而且肉影你知道嗎 我們Eason老師他可是學歷非常驚人 他是北大碩士畢業的 北大碩士是隔壁那個台北大學嗎 不是台北大學是北京大學 太厲害了 果然是Eason 而且不僅如此 還是外資出身 而且他曾經在外資操盤是工作非常多年 所以最懂外資操作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節目會有更多 外資操盤秘訣獨家要分享給大家這個頻道對不對 太棒了 我們又趕快訂閱起來唷 沒錯 而且非常期待我們今天的主題 老師要跟我們分享什麼呢 沒有錯 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 2022年大家可能要習慣病毒不斷的變種 真的 然後抓住財富重分配的這個好機會 老師真的病毒會一直在變種喔 沒有錯 因為按照現在的這個週期慣性 我們可以看到病毒 幾乎是以一個一季或者是每月的方式在不斷變種 所以明年 對 投資人可能要習慣 新冠變種病毒 可能會不斷的變種 那我們怎麼在這種時期去抓住股市重分配的好機會讓你財富翻倍呢 怎麼抓呢 沒有錯我們今天來看一下一個非常知名的一個案例 2003年 SARS 也就是嚴重急性呼吸道 這個冠狀病毒 同樣是發生在亞洲居多 也造成當時台股的一個財富重分配的好機會 所以我們就藉由這個經典案例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2003年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看一下3月3號的時候 台灣出現了第一例的SARS確診 那當時股市的位置大概是在4400點這個左右位置 當時發生的時候股市還頻盤震盪整理了一下 之後呢當和平醫院傳出擴大感染 然後整個院被封院之後呢 股市來到一個4044點一個低點 那從4400點跌到4000點的這個水位 看400點並不多 但是在當時也是超過10%的一個跌幅 對 所以指數跌10% 當時股票 對可以說是很多的是腰斬的腰斬 對啊 跌4成以上的很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恐慌的時候是什麼呢 也就是和平醫院封院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從4044點 大概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回復到這個5萬多點的一個位置 那在WHO將台灣從這個SARS疫區除名之後 股市又飆漲了一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不只發生是在股市 連當時的房市 有一個比較年長的親戚跟我分享說 他當時在SARS正在恐慌的時候 一個開價1500萬的房子 一個房地產 最後成交價竟然是在1000萬左右 所以對 光這個恐慌就已經跌掉了將近6成 連房產也可以這樣賺錢 對很難想像 房地產竟然還會用折價的方式在賣出 我相信現在這個時間點跟時空 可能已經看不到這樣的情況了 真的 那看完SARS這個經典案例 我們來看一下 武漢肺炎 也就是COVID-19 在我們回顧2020年的大世紀 我們來看一下 在1月1號的時候 中國關閉了華南海鮮市場 對 那等於就是說 新冠肺炎正式的 開始被調查開始的蔓延 然後在2月12號的時候呢 WHO正式的證明這個武漢肺炎為COVID-19 沒有錯 然後在2月16號的時候 台灣被突破防線了 對 然後也發生了首次死亡案例的一個發生 我們看到 當2020年1月1號的時候 台灣的加減指數 大概是在一萬兩千兩百點左右的位置 是 對 那在後來期間就是經歷了一個農曆春節 對 台股回來之後 是馬上一個長AK 往下 往下罐 然後之後 歐美股市開盤之後 來一個開低走高 不過在2月12號之後 WHO證明COVID-19之後 股市就從一萬一千點的位置 一路往下跌到8523點 這個低點 哇 那這個低點是什麼發生的呢 對 那其實是3月19號的時候 FED在兩週內降息6碼至零利率 兩週內降息6碼 這個是一個非常誇張的一個速度 對 跟幅度 因為過去在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FED調整利率都還是按照 計或是說緊急會議的方式來召開 不會在兩週內大幅的去調整 基準利率到零利率 所以這一次也算是一個痛定失痛 一次降到零 造成說股市在2020年3月這邊 就出現一個低點反彈 對 大概花將近四個月的時間漲回來 一路衝到13031 大漲了4508點 很多耶 沒有錯 所以2020年這個財富從分配的機會 我相信有些人 對 會後悔沒有抓住 真的 對那有些人很勇敢的進場的抓住 可能抓住到一些電子股 或者是說金融股 我相信就是會讓大家記憶非常深刻 那我們再來看到2021年 發生了什麼事呢 最近的事 沒有錯 1月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布桃案確診爆發 對 然後5月3號的時候 這個是比較大家比較恐慌的時候 就是華航基斯跟諾富特飯店案的確診爆發 然後在5月17號的時候 爆出單日新增333例的本土個案 創當時的一個新高紀錄 台灣的新高 對沒有錯 然後之後變種病毒不斷的發生 6月6號WHO發現了印度Delta變種病毒 以及我們現在這個錄影的時間是在11月底 對 剛剛發現了南非Omicron這個變種病毒的出現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股市是怎麼反映的呢 好 當時在今年1月的時候 2021年1月的時候 布桃案確診爆發傳播開來 但是這一次的反映 主要在國內 而且沒有擴大發生 所以反映的時間非常短 那我們主要的話 今年的話例子會來看到這個5月的時間 5月3號的時候 這個華航基斯跟諾富特飯店 這個共同爆發 造成了本土疫情再次被點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17709這個波段高點 一路往下 跌到15159點 那這個低點是怎麼發生呢 其實也是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5月17號台灣單日 晃333例的本土個案 晃當時的紀錄 好恐怖 記憶遊行 沒有錯 但是當大家在覺得很恐怖的時候 其實就是個財富重分配的紀錄 別人恐懼我貪婪 憂憂憂憂 沒有錯 所以你看花兩個月的時間 就大漲了2875點 一路到188034點 所以又是一次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在這兩年的區間都發生的 明年或者是說 現在這個11月底12月 會不會再一次的發生呢 幫大家做了一個表格整理 好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到 最近Alma Crohn 這個病毒又變種了 其實似曾相識 沒有錯 似曾相識 對老師有幫大家整理 我們那時候想到 像是英國專家 還有那剛開始的時候有說 Delta變異病毒傳播力 是比之前的變異病毒 Alpha病毒還要再高60% 對 而且也是具高度的傳播力 而且英國也發現說 哇你打疫苗 恐怕都沒有辦法幫助 你要防止Delta再變種 對 那時候知名流行病學家 也直接講說 疫情是沒有靠近終點 欸這個用詞很重 Delta傳染力 那時候是說是史上最強 結果現在又更強啦 沒有錯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在這邊把Delta 全部換成Omicron的話 是不是很像最近的新聞 所以記者其實都不用 就更換取代就好 沒有錯 所以我會認為 這個從Alpha Delta 到現在的Omicron 或者是在未來 搞不好出現Omega 或是什麼變種病毒 大家可能要習慣 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好像 每年的流感 它其實也是一個便利的過程 每年流感都還是要 重新去打疫苗 對 這跟新冠肺炎 其實會有一個 相同的一個道路 就是說 未來我們要跟病毒 共同的生活 然後在它不斷的變種的時候 我們就是 每年定期的去打疫苗 或是每劑 所以我們要習慣 跟病毒共存 那我們就來看 這一次的Omicron病毒 大概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做了一個表格 幫大家整理 過去兩次的病毒 大概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好 那市場其實對疫情的利空 其實反應越來越迅速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用這個表格 就可以幫大家整理出來 在2020年1月的時候 武漢肺炎爆發 大盤從1.2197點 一路下到8523點 跌了有3674點之多 跌掉將近三成 對 但是後來 從8523回到1.2197點 其實只用了132天 然後再往後 再從波段低點 漲到13031的時候 將近漲了53% 哇 對 那這個是2020年1月的時候 那在今年2021年5月的時候 本土疫情大爆發 大盤是從17709點 一路下滑到15159點 跌了2550點 其實波段的跌幅 是-14.4% 那其實相較2020年的1月 跌掉三成 其實這邊的反應幅度 其實就變小了 那我們再看到 市場在調整 這個回升的天數之後 其實也發生了一個變化 就是縮到43天 就回到一個 本土疫情爆發前的一個 股市位階 對 然後又從波段低點 15159點 一路往上到18034點 漲了將近快要19% 對 所以我們會發現 按照這兩次的經驗 其實市場對疫情 或是說對病毒的變種 其實它的調節速度是很快的 包括跌幅也在縮小 包括回升的天數也在縮小 那對比現在正在發生的 Omicron病毒呢 加權指數 現在從波段的高點 17986點 可能會往下回測到哪裡了 目前是在17400點 這個位置附近 對 但是不排除 可能會往17000點的 這個支撐去做測試 不過我個人認為 跌幅可能會比上一次來的小 按照這樣的邏輯推論來講的話 對 不過我們還是要參照 醫學專家 流行病學專家 最新報告的數據 去做參考 因為致死率 還是一個相當大的關鍵 包括我們在前幾頁提到的SARS SARS的致死率 有10%這麼高 對 很高 對 所以如果Omicron病毒 這個致死率 沒有SARS這麼高的話 其實就不足以為據 沒有錯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回升天數 還有最大跌點 都有可能會比前一次來的小 所以這一次 那就又是一個 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哇 哇 感覺這一次如果要搶到 財富重新分配的車票的話 手腳要快耶 因為你看 我們剛剛那個表格 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剛開始的那個時候啊 它是大概花了一季的時間 然後到本土疫情爆發的時候 大概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難不成 醫生 我們這次Omicron 只花一個禮拜的時間嗎 會不會這樣子 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也是有可能的 真的假的 對 那動作真的要快耶 對 沒有錯 動作還是要快耶 我們可以分批的布局去進場 但是我們也不要說 盲目的就直接去抄底啊 哦 所以Eason有幾項要點 要提醒大家對不對 沒有錯 我們來看一下 Omicron變種病毒 是不是又是一次 財富重分配的十字路口 我認為是的 那我要教大家 怎麼去抓住 投資人的恐慌情緒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字卡 如何危機入市 我相信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沒錯 那我們又就用這個量化市場的恐慌程度 VIX VIX 恐慌指數 來去衡量 我們可以發現 紅色就是恐慌指數啦 藍色就是台灣的家群股市 對 我們可以看到紅色在波段高點的時候 最恐慌最恐慌的時候發生的時候 其實都是股市的波段低點啦 我們可以看到2000年 2002年2008年 以及我們最恐慌最恐慌的 新冠肺炎問世的2020年3月 都是恐慌指數飆高的時候 對 沒有錯 都是一個相對波段低點的 財富重分配的位置 但是很多投資人會想問啊 是 我們要怎麼去衡量 欸市場到多恐慌的時候 我們要進場啦 對啊 對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條曲線 大概就是恐慌指數在36的位置 其實大概就是恐慌指數的一個均數 或者是說平均的一個區間 我們可以看到 有多次的恐慌指數上升來到這個區間之後 就有回測 所以我會認為 如果不是極大的黑天鵝事件 就是通常第一次啊 會最可怕 會最痛 所以我會認為 第二次第三次發生的時候 恐慌指數不會飆高到七十幾八十幾這麼誇張的數字 所以單就病毒變種的話 如果恐慌指數來到36左右上下的位置的話 我覺得認為就是一個可以進場的時候了 老師那我懂了 就有點像是剛剛老師一開始講的 習慣病毒要繼續的變種這件事情 就呼應到我們主題 我終於懂原來是這個意思啊 對 最後再教大家幾個新法喔 好 對 因為以後可能2022年 甚至以後都可能會適用的一個例子 當大家再看到病毒變種的時候 可能就會想起 Eason老師教的四大新法啦 好 第一個是什麼呢 別人貪婪時我恐懼 別人恐懼時我貪婪 沒有錯 這個巴菲特講過的名言喔 對 其實非常的有用喔 真的 鳴記在心喔 我們在前一章的字卡 其實就充分的展現出來這一句的意思喔 是 在別人最恐慌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進場啦 貪婪的時候 貪婪的時候 沒有錯 那第二個就是說 投資人在明年必須習慣變種 不斷的發生喔 是 對 那其實就像流感一樣 我們就定期的去打疫苗 跟他一起共生存 沒有錯 但是在股市 這一次發生可能 只會恐慌幾個禮拜 是 對 下一次發生 搞不好 當天恐慌就沒了 低減就沒了 越來越無感了 沒有錯 對 第三點呢 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一個 抗作心法啦 再貪婪也不要all in所有的資金 我相信很多人在航海王啦 或者是像是在 如果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痛生之痛 很多人都會開玩笑說679T 我真的認識 有人買在台積電最高點 679的時候 全部all in進場的朋友 他現在只能安慰自己說 我在存股 等了一年都還沒有解套 老師 沒有錯 台積電雖然是個好公司 但是股價上的操作 或者是說在投資上面的操作 還是不要全部都壓進去 太恐怖了 資金運用的上面 我認為要逢高的去做減碼 當你有獲利的時候 你要設一個挺利的一個區間 是 對 那最好呢 是在維持三成到四成的一個資金水位 當股市到一個一定的高點的時候 對 那像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巴菲特在近幾年的資金水位 是一直在創紀錄的 對 所以巴菲特也這個投資股神 都已經有這種風險意識 在不斷的存現金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操作上的時候 真的不要百分之百的all in 所有的資金 這樣會變成說 我們沒有這個資金靈活的彈性 在該貪婪的時候貪婪 對 你就會變成百分之百的持股 在當時可能正恐慌的時候 你也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去做貪婪 買股逢低入局的動作 是 對 那最後呢 這十二個字的心法 我認為相當相當重要 如果你看到影片到現在 我認為這十二個字 你就把它記下來 好 第一個 居高思維 居高思維 沒有錯 臨違不亂 臨違不亂 買低賣高 買低賣高 沒有錯 這十二個字其實是按照順序 第一個 股市到高點的時候 你一定要居高思維 在別人還在貪產的時候 你要先有風險意識 先做手上強勢股的一個停利 或者是說 就算沒有很好的獲利空間 當它跌到你入場點的成本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先做出場 保留這個資金 至少不要讓它賠到虧損 或者是套到 可能都無法逃出來 這真的很重要 沒有錯 那第二個呢 臨違不亂 當危機發生的時候 我們不要跟著別人一樣恐慌 是 我們要繼續 今天我們上了這堂課 好 對 臨違不亂 在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我們要遵守我們投資的紀律 然後好好的去做操作 這才是一個理性投資人 該有的一個投資紀律 然後才會有好的績效 那最後四個字呢 其實就是買低賣高 買低賣高其實就是什麼 股票的一個賺錢的 最重要的關鍵 沒錯 沒有錯 所以這十二個字 必須要一氣合成 才有辦法在未來 才有辦法在未來 病毒發生變種的時候 或者是說 任何黑天鵝事件發生的時候 危機入市 抓住財富重分配 然後讓你的財富 有機會翻倍的一個心法 哇 謝謝Eason老師 教我們這麼多 尤其是 我真的有感覺到 老師真的是外資操盤式出身 果然你的觀念就不一樣 所以在接下來 2022年到底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看來你心中都已經有算盤 正在計算了 對嗎 沒有錯 我們要做好準備 才可以一應萬全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 頻道 因為接下來Eason老師 還會在我們頻道當中 分享更多 外資操作心法 還有更多操作技巧 要來分享給大家囉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也別忘了按讚 訂閱 想要分享 把它開啟小鈴鐺 投資很扣意 我們下次見 掰掰